我们来对比一下 看一看原谱和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谱面的区别在哪里 他们这个原谱这个时期的记谱方式呢 有哪些特征 好 那我们直接就进入讲解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段 这个一下面有一个狂 一个汉字狂 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后面的这个谱面呢 它还会出现这样的汉字 比如说后面的歌 饮 鲜 酒 等等等等 这些汉字呢 它是用来标记这个句子的 方便我们之后再进行弹奏 在做的时候 在进行弹奏的时候 就不用把这个谱字再去记录一遍了 就直接是从哪个字到哪个字 再把它谈一遍就可以 为了记录的简便 第一个音呢 第一个简字谱 散打三 散打三 打 也就是散音下面的这个钉 打的简字谱符号 打是什么指法呢 右手 无名指 向身体一侧 拨弦 叫打 那这个样子的 我以第一个音 散打三举例子 这样的一个音 那么大家现在比较 常用的做法呢 就是把这个打给它替换掉 为什么要替换掉呢 因为我们的无名指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其实是很少用到的 它是一个相对薄弱的手指 可能像我几乎都想不到 有什么事情是无名指需要单独做的 可能这个除了戴戒指 是需要有的时候用到无名指 其他的时候基本不会单独用到它 那么这个指法 尤其是大家在初学这个曲子的时候 很有可能掌握不好这个指法的力度 所以说通常我们都会把前期出现的打指法 换成钩指法 因为我们的中指是十分常用的 中指也是整个手指当中最长的一根手指 基本上都会换成钩这个指法 像神奇密谱当中呢 就会出现非常多的打 等到后面的风险选品 以及在之后的曲谱呢 基本上都会给它换成钩了 所以说在这个谱面当中 大家可以把打换成钩 当然了 如果你就是喜欢遵循原谱 按打去弹 没有问题 而且我也特别建议大家呢 在初期的时候 你把打好好练一练 因为虽然说这个曲子当中 你可以替换掉 但是在后期的很多曲子 有很多地方的打 我个人认为啊 是不可被替代的 一旦被替代掉 你会丧失某种节奏形态 或者是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也可以拿过来单独的练一练 让这个手指强化一下 好 这个是有关于打的这个指法 说了这么多 那如果我们把它换成钩之后 第一个音散钩三 好 那么第二个音 大九挑六 这个是一个暗音 大拇指九灰六弦挑六 好 那么第三个音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奇密谱 圆谱上的啊 出现了一个偏旁 是我们平时不太能见得到的啊 是一个虎字头 老虎的虎 虎字头 这个呢 是汉字虚 虚的简化 虚实的虚 后面的这个我们应该 比较熟悉啊 叫抓起 虚抓起 虚呢 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 它代表的就是左手虚音啊 左手虚音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把它简单的看成抓起 什么是抓起呢 我们的大拇指 刚刚在六弦九灰的这个位置下落 然后弹出了一个音 然后呢 大拇指不要动啊 这个抓起 就是左手大拇指需要发出来的声音 因为右手跟右手没什么关系 它是个虚音嘛 它不需要右手去弹走啊 通过左手大拇指的上代 把这一根弦弹出声音 啊 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声音啊 再拿一遍 好 这个音呢 也是 呃 我们刚开始进入到这个曲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难点 为什么说它是难点呢 因为抓起的这个音 由于它是左手虚音 它的力度 以及它的音色都不是特别容易好掌握 首先在它的这个力度上 因为它已经很明确的标注的是个虚 而且它是左手演奏 所以说力道一定要控制好 不要让它过曝啊 千万不要弹它比前两个音还要小啊 那控制好它的这个力度 是一个在前两音背后的一个虚虚的音 连接前后距的音 啊 那这是力度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声音的干净程度啊 通常在出血的时候抓起非常容易出杂音 有一个指甲会抠到这个弦上 啊 或者是抓起的时候会带到其他的弦 啊 那这就涉及到抓起的一些小小的操作技巧 呃 首先呢 我们在抓起之前肯定是大拇指需要按弦的 按弦通常我们按的接触的位置都是半甲半肉的啊 一半指甲一半肉 然后手指呢追至于琴弦去按弦 抓起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直接的往上带啊 如果直接往上带他的声音还是有点太弱了 通常我是怎么做呢 把你按弦的手指第一关节微弯啊 第一关节微弯 然后呢 稍微的往左侧旋转一点点 让你半甲半肉接触弦的位置呢 稍微的肉多一点 啊 因为一旦肉多一点的话 他这个声音就容易变得柔一些 而且呢 会避免掉指甲出现的这个抠到指甲的扎音 然后让你的肉多接触到这个琴弦之后 通过你指尖上面啊 右上角这一块小小的肉 把这根弦给上带啊 这样 然后在带起的过程当中呢 你的微弯的关节 可以让它变得 在过程当中可以让它变得更弯一点 方便于把这个弦给它拉起来啊 抓起来 这个就是抓起的一个技巧 而且呢 它上带的过程一定要竖直向上 啊 千万不要这个像斜着啊 后面往前面 这样你会带出其他音 其他弦的杂音 啊 这样其他弦的杂音就出来了 好 这个是抓起的小小的技巧 好 那前三个音就是这样的 这是前三个音 那我们刚才谈的这三个音呢 其实就是整首曲子的一个固定的形态 散音 暗音 虚音 啊 这三个音将贯穿整首曲子啊 基本上就是以这样的模式来进行下去的 好 刚才我们是在九回处啊 后面三个音 我们看一下谱子 还是三打三 我们换成钩 第二个音 大八条六 大八条六 这里面啊 出现了一个灰位 叫八灰 叫八灰 我们来参照一下 考纪书里面的这个谱本啊 因为这个是达谱人啊 姚敏也先生 他已经达谱过后啊 给我们呈现出来最后的样子 好 看一下 在这个谱本里面呢 他记载的是什么呢 叫大七九 大七九条六 我们知道七九和八 其实是非常接近的两个灰位啊 那为什么 在神奇密谱原谱里面 他记载了八呢 这就是在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的谱本记录当中 还没有做到像现在的这么的完备 标记七九 一旦到了七九这个位置呢 他有可能就记录成八 如果再遇到这些精确精确一点的记谱呢 他会记成八上 什么叫八上呢 八会稍微偏上一点的位置 他也是代表七九这个位置 所以说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模糊记谱法 模糊记谱法 因为当时记谱的时候 他只是用情人用来作为一个备忘的一个工具 所以说他记录的并没有那么的完备 没有那么的完备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八的时候 你要能反应的过来 是在七九这个位置 那后面的这三个音 抓起也是一样的 这是后面三个音 接着往下呢 我们来看这个原谱 很头疼啊 原谱呢 这个一大堆聚在了一起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首先三打三 勾三 这个没有问题 下面 大七 末 这个末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末 现在我们的这个末的执法 基本上都是简化成末了 而在这个时期呢 他还没有简化到这么的 这么的简化啊 他还是取了末 右边的这个末啊 中间那一横还是保留着的 所以说这个是大七抹六 也就是到了七回这个位置 刚才从九回八回一直上到七回 末 食指向身体内侧 好 下面 这个我们会看到啊 这应该是有五个字 首先 第一个字 有点像这个油啊 尤其的油 没有了右上角的一点 然后下面是一个女 再下面呢 一个足 然后是三和六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油和这个女啊 油是什么呢 油是旧的意思 旧 旧式的旧 左边一个鲸右边一个油啊 什么 他把这个上面的点去掉了 简化掉了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是 就啊 就是 不动啊 你的左手刚才到哪了 就别动了啊 放在那 刚才我们到哪了呢 到七回啊 大致七回 这个地方 对吧 那在这就不要动了 不要离开 女是什么意思呢 女是暗的意思 我们之前 如果说这个 这个 学过秋风词的啊 可能会接触到如一这样的执法 而如一的如呢 它有的时候也会简写成女 但是这里面它不是如啊 它是暗 暗弦的暗 暗底下的女 旧暗 就是旧暗在这 别动 这个是 这个这个简字符的汉译 下面 足 三六 足是什么呢 足是 错 左边一个耻 右边一个足 这个错呢 在现在基本上 都不会这样去记谱了 可能在醉语当中 会出现 在一些很少的曲目当中 会出现这样的记谱方式 错呢 它基本上有两层含义 在鼓鼓记载 第一个含义呢 就是 和我们的听上的搓是一样的 两个弦一个勾一个条 小搓同时发声 也在这里面呢 那你看足三六 就是三弦和你刚才按着的六弦 同时 搓 发出一个声音 第二种解释呢 就是前后发声 先勾后条 那么在这个曲子里面呢 它是取第一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现在记谱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给它记成搓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考骑书上的 你看它这里面记录的就是搓 好 那这个三个音 这个是这三个音 有很多同学有疑问啊 说这里出现了一个抹 抹这个音呢 初学的时候可能弹的 不是特别的习惯 为什么会出现抹呢 这个是记谱当中的一个 小的原则吧 通常我们记谱的时候 在鼓鼓当中你会发现 执法呢 它是有内外向的 抹呢 像抹是向内侧的 条呢 就是向外侧的 通常都是以内以外 以内以外这样去设计的执法 那这里的抹 你就要看下面 下面的这个是搓 搓里面包含了一个条的执法 对吧 搓是勾和条嘛 所以说它把上面同一个位置的地方设计成了抹 方便一会反向执法去挑 那如果说你觉得不是特别的舒服啊 想换成其他执法 可以 没有问题 你可以把它换成条 你可以把它换成条 那这样的话就可能会舒服一些啊 可能会舒服一些 这个是导致第一句啊 导致是第一句 那么我们在弹这个就是第一句啊 讲过了之后 我们把它整体的看一下 演奏一下 它是什么样的呢 这样的 好 这一句里面我把打换成了钩 把抹换成了条啊 按照我们谱本上的这个节奏啊 节奏是按照姚本颜先生这个节奏啊 按照这个节奏来演奏出来的 下面呢 它这一句其实啊 就是把我们刚才弹奏的这一句 完完全全啊 技法都没有变 挪到了上面的这个曲 它是从哪开始的呢 我们从我们来看这个谱字 好 第一个音也是勾三 下面这个音 呃 又是一大堆聚在了一起啊 但是呢 这个指法 相信大家应该认识了啊 我们刚刚刚讲过的这个 一个 一个游 一个女 然后 挑六 游和女是什么意思 就是就按 啊 就按就是你刚才在哪 别动 还按在那 然后把六弦挑出来 刚才在哪呢 刚才我们不是在七回吧 对吧 我们上一句的最后 最后三个音不是停在了七回吗 对吧 好 那 从这 你错完了这个音之后 这个就不要动了 接着弹下一句 好 这是这三个音 接着继续往下啊 也是 勾三 好 这个音 我们看到原谱上 他记载的什么 叫大六七 挑六 然后我们参照一下 这个我现在用的谱字呢 他记录的什么呢 叫大六四 大六四 为什么原谱里记六七 现在的记六四呢 为什么呢 这就是前后时期不同 记谱方式 不是特别的一致 六七 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六回七分 六回七分在哪呢 在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但如果你真的在这个位置弹呢 你会发现你的音 不准跑掉了 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音 是个非常奇怪的音 所以说它这里面 它就不是指六回七分 那原谱里面它指什么呢 它是指六灰到七灰之间的某一个音 某一个音 具体是哪个音呢 它没有告诉你 但是只要是你按照这个相应的阅理啊 你去把这个音阶排列出来 你就会轻松的找到这个音 那这个我们现在用的谱里面 它已经帮我们标记出来 是在六四这个位置 六四这个位置 那这个记谱方式 大六七 它就是涉及到一个叫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八回的时候 叫模糊记谱法 这个呢也是模糊记谱法的一种 六回到七回之间嘛 很模糊 不知道哪个音 然后它更确切一点的名词叫什么 叫灰间音记谱法 六回到七回之间的某个音 灰间音记谱法 我们在这个曲子当中 看到的所有的这种 带两个数字的这样的灰位标记 都是这样的灰间音记谱法 所以说千万一定不要搞混掉 不要看到原谱的时候 就按照这个原谱上面的 你以为的这个理解去谈 那就谈成六回七分了 那就是不准的音了 这个是灰间音记谱法 好 那我们这个音应该在六四这个位置 好 接下来呢 也是一样的 好 这个音啊 大五六 抹六 我们可以换成条六 可以换成条六 大五六 刚才说了灰间音记谱法 这个音呢 应该是什么 五回到六回之间的某个位置 五回到六回之间的某个位置 那我们来对照一下 前面的这个原本 就是现代用的谱子 他呢 也是记了大五六 也是记了大五六 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为什么又一样了呢 因为这个曲子当中 五回到六回之间的某个音 他恰巧就是五回六分 他恰巧就是五回六分 赶巧 他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说呢 我们就按照五回六分 弹就可以了 然后接一个搓 好 那我们这个第二句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好 这个呢 你看到这儿 下面又写了一个括号 叫歌 然后 也就是说 这一整句 也属于一个开头的影子吧 就到这儿就结束掉了 从狂到歌 那 你看到下面就开始写了 从狂在做 从狂在做 也就是从狂 狂在哪呢 狂在开头啊 就从开头 再把这句再弹一遍 一直弹到歌 结束掉 好 这一整句呢 我们刚才就是按照谱子 完完全全的这样的 去演奏出来的 但是我们在实际演奏的过程当中呢 通常啊 因为他 刚才提到 这个曲子 它是比较 潇洒比较快意的 所以说我们在 按音的时候 基本没有加上滑音 是这样的 但是你通句都不加上滑音的 还是稍微略显得 有一些单薄 所以说通常都会选择 在最后一个 这个音的时候 加一个上滑音 这样就加上滑音 它这个整个句子 就会相对的丰满一些 后面也是一样 这是这一句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弹奏的过程当中呢 会出现某些杂音 杂音指什么呢 比如说我来举个例子 这样的音 一个吸引下弃的音 会有杂音 我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 也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学生出学的时候 会有这种情况 为什么呢 暗音落下去的太猛了 暗音落下去的太猛了 尤其是在出学的时候 因为这个腿子比较 潇洒比较快意 所以说 它一弹快了 就容易把这个手 上下弃子的比较大 所以就造成了这样 落下去的时候 有虚眼的这个音 所以说在落指的时候 你看抓起之后 这个六弦 其实是还在震动状态的 还在震动状态的 所以说如果说 你直接往下敲的话 它肯定会带出一个 相对比较大的杂音 那怎么办呢 我们在勾三的时候 勾下一个三的时候 准备落这个手指之前 我们先轻轻地把你的手指 先提前搭到这个弦上 把震动弦给它抑制住 而且这样做的好处 就是你的速度也会变慢 因为你要抑制它一下 速度也会变慢 再下指 它就不会有杂音了 这样的声音 它就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这个是在演奏过程当中 会出现的一些小问题 再有就是 到了上准这个地方 五回六这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它的音准 千万不要 因为这个地方 你只要稍微动一点点 它的音就跑掉了 这样的就是偏高的 就是不太准的 不太好听的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上准的音准 好这个是开头的一整句 那接下来是从狂再做 也就是说从我们的开头 再把这一句 按照这样的方式 再谈一遍 刚开始练的时候 你可以就完完全全的 按照这个去谈 我们之后下一个部分 会讲怎么去情感处理 怎么去情感处理 给它做一些变化 好这个是到这里 在整句当中 都会贯穿下去 所以说讲的时间 比较长一点 基本上把细节 都给讲到了 那其中还有一点 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执法安排的 它都是构三条六 所有的都是构三条 全是在三弦和六弦上 来运动的 那我们刚才 一直都没有强调 右手的东西 就说了一下 执法替换的问题 那右手需要 注意些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在弹 这个勾三条六 第一个解三个音 这是正常谈法 大家注意我的右手 勾完三 手在四弦上 如果说你勾三 勾三是在三弦上 勾完之后在四弦上 四弦呢 我们可以顺势 隔着五弦去挑六弦 然后抓七 那么下一个 我们怎么弦接呢 我们的手挪回三弦 正好我们是 直接跳回三弦 再跳六 再跳八回的六 然后再跳回三弦 搓 那这样跳来跳去呢 不是不可以 可以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可能不是特别的方便 而且也会有一些 前前后后这样多余的动作存在 那刚才我在示范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的右手啊 其实我的右手 是没有怎么移动的 我再来弹一下我的弹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 这里面呢 就涉及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小技巧 可能之后大家也会经常会用到 是什么呢 叫扎桩 那扎桩是什么意思呢 无名指 因为我们把无名指替换到 替换成中指了 那么无名指它就空弦出来了 而且三弦和六弦呢 它也是隔着两个弦的 勾下来之后 我们的手呢 会在四弦上 挑六弦 挑完六弦 到挑六这一步都是按照正常的 接下一个勾三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一下 有没有必要把手再挪回到三弦呢 那刚才我的技法是什么呢 明指不动 明指在四弦上 叫扎桩 不动 然后 它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 这个时候你的中指就可以 抬起来 进行一个凌空的向下的勾弦 那这个就涉及到凌空下指勾弦的这样的一个小技巧 大家可以多练一练 如果说这个练的相对好一点的话 那么你的勾三条六之后接下来的都可以扎在这 连搓都可以扎在这 而且搓呢 扎桩还是有利于它的稳定性的 有利于你前后发出一个声音 可能在出弦的时候 搓问题也比较多 前后不同声 总是这样出现这样的声音 如果你扎桩的话 它比较稳定 就相当容易出一个声音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大家可以进行借鉴 你如果觉得有道理 如果喜欢 你可以这样去练 如果你就是觉得这个能上去比较好操作的话 也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是关于这句的技巧 好 第一句就说到这么多 讲了比较多 接下来呢 遇到这些相关的问题 我就直接跳过了 我们来讲不同的东西 好 接下来 我们看 远谱 又是一个汉字标记 叫隐 然后 接下来这一句 其实呢 结构上 还是完全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都是散按抓散按抓 这样的结构 只不过 我们刚才从九辉 一直在上行 上到了五回六 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回去了 从五回六 你从哪来的 就怎么给它回去 从怎么给它回去 那我们来看 前面的这个半句 也是在这儿 先勾三 继续 继续 然后同样 接着往下看这个铺子 也是在这儿 不动 抓起 然后呢 到这个八回 七回九 最后这三个音呢 它不回到九回了 不回到九回了 它要给人一个结束的感觉 结束到主音上 主音兜上 所以说它最后一个按音呢 是换了手指 明指 在六弦十回处 然后错三六 这是和前面的起始音 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前面是 R 按音R 起始 最后呢 要回到兜上 给人一种 这一句会落到一个原始专门的感觉 这是到了这块 好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来看 到了哪呢 到了仙字 到了仙字 仙上面还有一个 这个简字谱啊 我们从这个开始看 原谱里 这里记得 叫明石 应该能看得清啊 明石 下面 有一个钉 石下面是个钉 钉下面呢 是这个 一个外框啊 像这个商店的商 一样的外框 里面的去掉的 下面的这个框号呢 就是明指的 另外一个指法 明指 每个手指 对应两个指法嘛 向内一个 向外一个 向内叫打 向外叫斋 向外叫斋 如果说之前 同学 各位情友 有接触过勾梯的话 应该是知道 模条肯定是 以内与外的 勾梯 那打斋呢 一样的 技法上 操作技法上 都是一样的 打和斋 那这里面呢 你也可以把它 替换成勾梯 没有问题 替换成勾梯 没有问题 当然了 你就按照打斋来谈呢 也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我也比较建议 从这个曲子开始 你就练一练 右手的明指 练练它的力道 准确度 发力方式 这样你在日后 某些用到明指的地方 就会方便很多 要为后面做好这个技术 那我们来看这个位置 明石 打斋五 也就是明石 按到石灰 这样两个音 好 接下来 来看波子 大九利七六 大九利七六 到了这个 这一句呢 其实是 我们九皇当中 第一个遇到的 相对比较难的一整句 这一句呢 不是特别好弹 它的直法 利七六 我们都知道 利七六 就是散利七六 中指放在五弦上 然后 食指呢 去挑七 再挑六 利的时候 这个直法 细节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弹琴的时候 直法基本上都是遵循 向下法力的 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说 弹七弦的时候 向下法力 弹右弦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手 不太进行调整的 那么它的方向 其实是有一点 朝前了 就不是完全朝下的 所以说你可以选择 在弹六弦的时候 让你的手腕 往前送一点 往高 拱一点点 这样你看它的角度 就是往下了 手腕往上 稍微拱一点 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问题 可以在自己弹琴的时候 注意一下 利七六 这里面呢 是暗影利七六 那这个呢 就有难度了 因为利本来是两根弦 你还要进行按音 那这个时候 就涉及到了 大拇指的一个 重要按弦技巧 叫一指二弦 一指二弦呢 是什么意思呢 同 就是大拇指 在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灰位 管住两根弦 按住两根弦 像这里面 先利七再利六 那就先按七弦 再按六弦 一指二弦并不是这样 满力死命的压曲的 这样你有可能造成 某个音不实 有杂音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 技巧存在的 接下来就说一说 重点说一说 一指二弦的技巧 我们在正常按弦的时候 是在这个 半甲半肉 然后这个指甲侧面 中间的地方去出弦 大指吹至于 轻弦按弦 然后我们的第一关节 应该大家都是 比较一致的 第一关节是微弯的 方便力 它是撑住的 放在这 那一指二弦呢 就不单单是 这个地方接触弦了 还有哪里可以接触弦呢 我们大拇指侧面 侧面 第一关节线 侧面 会有一个凸出来的骨头 大家可以用手摸一下 凸出来的骨头 这个地方是可以按弦的 因为它是骨头嘛 它比较高 那在我们正常的 接触的位置 和这个骨头中间呢 它就是肉比较多 是一个坑 是一个坑 绝大多数的 应该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按两根弦的时候 你要一根按在正常的位置 一根按在骨头上 那我们基本 我们通常管这个骨头的位置 叫做高骨 高骨按弦 也就是说高骨要按在我们这里面的七弦上 然后正常我们叫正位 正位按在六弦上 那正位呢 这个第一关节 它是微弯的 高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高骨的时候呢 我们的整个手指其实是打直的 绷直的 为什么它要打直呢 首先 我们在这个 比如说六弦按在这的时候 它是微弯的 如果说你直接下按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按弦点 不在九回上 因为手是弯的嘛 它在九回偏前一点的地方 你手会偏前一点的地方 所以说你把它打直之后 这样来回转换的话 它的音是不会偏掉的 是不会偏掉的 而且 第二个就是 如果说你一直收拾弯着的状态 你的第二根弦很难压实 你基本上就会压在了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肉比较多的 坑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打直的话呢 它就方便于压在这个骨头上 那么这里面是先挑七 然后再挑六 这就涉及到左手的一个 快速转换问题 你要在七弦的时候 把这个关节打直 六弦的时候收回来 那就是这样的 这样 好 为什么会出现一指二弦这样的指法呢 不一指二弦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 那不一指二弦就是 窜上去 但窜上去呢 它的这个缺点呢 就比较明显了 首先你 如果不熟练音是断掉的 会断掉 尤其是在这里面节奏呢 还是比较快的 再有就是你换的过程当中会有杂音 你看它有一个带起来的声音 或者指甲 反正不管怎么处理 你如果说练不好的话 就会有杂音存在 如果说你练得好呢 那咱们另当别论啊 所以说会出现一指二弦这样的指法 让音保持连贯 并且没有杂音 所以说你在练的时候要遵循这两点 一 音连贯 不要用了一指二弦 音还是断掉的 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了 你看这音还是断掉的 那你干嘛要一指二弦呢 对不对 练的时候还有点疼啊 因为这个地方是肉嘛 对吧 所以说弹完期前 在这个音还有余韵的时候 转换你的关节 等完全转换到这个位置上之后 弹出这个音的一瞬间 你再把第二个音放开 这才它是连起来的 这样的音是连去的 这样才有意义 那一指二弦才有意义 这是让音连贯 第二个呢 就是没有杂音 没有多余的音出现 那就是说什么意思啊 7弦弹完之后 你要首先你要按在骨头上啊 它才是保证第一个音没有杂音的 按在骨头上 然后转换的时候 按在6弦上 你要弹6弦啊 这样的音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清楚啊 7弦没有 在6弦弹出了之后 7弦没放开 导致它会有两个声音存在 两个声音存在 而这两个声音呢 它是这个 我们在阅理当中叫这个 大二度的关系 它是 其实是不太和谐的一个存在 所以说呢 一定要在换到6弦弹出了之后 把你的7弦位置稍微松开 让琴弦离开前面 这个时候你才能保证 它的声音是没有杂音的 还有呢 同学会遇到一指二弦啊 可能每个人手指的这一节的长短都不太一样 说我这个手指太短了 我可能够不到这两个弦 或者说我的手指一点太长了 觉得还这个位置 反正就是不太正确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进行一个前后的调整 你在按弦的时候 你看弦其实是可以被拉扯的 如果说你觉得够不到 你可以向前拉 向后拉扯一点 或者向前推一点 这都没关系 这都没关系 只要你别做太过夸张的 位置都变掉了 它就还是允许的 所以说你调整一下 然后它就立过来了 这是一指二弦 讲的比较多 比较细啊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那这个是大九历七六 后面这个我们来看这个简字谱 又是一大坨的东西啊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首先是明指 实 实灰 又出现了这个啊 比较小这个字啊 一个女 一个寸 看到了吧 女呢 刚才我们说过了 是暗的意思 这个寸 寸是什么意思呢 寸是对的意思 对错的对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 不太会用到的一个技术方式了 叫对按 对按是什么呢 明时对按 我们刚才大拇指不是在九回处吗 明时明指在实回处和大拇指 摇相呼应啊 相对 然后按在这块 那这个指法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啊 可能前面塔尔一些消息等等 用得到 这是什么呀 这不就是掐起吧 准备要掐起来这样的动作 那其实你看这个否则 明时对按 后面的 就是这个掐起 可能在这个谱子当中呢 他还是按照这个抓起的方式去写的 但是我们通常习惯上的 就是直接把它看成掐起 然后六 也就是说 这么一大坨东西 就是 其实就是在记录掐 掐六线 明指明时掐六 所以说当时的技术方式呢 就是没有简化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 大家看到谱谱的时候呢 也不要慌 慢慢的去分析它就可以了 好 那到这儿呢 这个也就是这五个音 是不是特别好弹的 然后这个句子后面的这三个音 那就比较简单了 是我们刚才上一句的结尾的三个音 就是这三个音 没有什么好讲的 主要主要的就是把前面这五个音 打斋 利七六掐起 这五个音连起来 我来弹一遍 我这里面呢 我用这个打斋来弹 再来一遍 这里边的难点就在于 接 利七六掐起 Miradol非常快的三个音 你要确保它没有杂音 而且音不断掉的情况下 节奏还要正确的情况下 把它给演奏出来 那这个就是需要大家 课后去练习的了 这个就是需要练习的了 好 还有一点就是 打斋接这个利七六 怎么接 打斋之后 这个弦其实还在震动 但我们利七六 刚才我们讲的都是直接这样 利七六 然后这个明指不在弦上的 你一旦抬起来了 那它这个音就断掉了 对吧 我们刚才还在讲的 这个声音要保持连贯 所以打斋之后 手指不要开 放在这 等你的利七这个音出来之后 你才可以把它放开 你看 这个时候你可以放开它 这样音是连上的 然后利六 然后利七六这个过程 因为它接掐起比较快 所以你要确保 在利七六的时候 你的明指 别闲着 不要利完七六 一头雾水 不知道干什么 你要提前准备好 按在这个实挥处 你看这个时候 我的明指已经在实挥了 就准备要掐了 所以说你的打斋 利七结束之后 明指不要这个比较躁动 抬得特别高 就在六上面等着 稍微往下一窜 就在这等着 然后你看 这样就非常顺畅的弹出来了 不要做多余的动作 把这个抬得老高 然后还要再落回去好长时间 这样你就脱拍了 熟练度就不够了 速度就不够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这一句呢 我来连着谈一下 是这样的 好 到这儿呢 这一句就结束 那这一句同样 看一下后面 谱子上已经记载了 从这个框框 在做 这框在哪呢 就是从打斋 打斋这一句再弹一遍 从先到九这一句 那这个就是整个的第一段 就结束了 好 那我们整体的弹奏一下第一段吧 好不好 好 现在我们来演奏一下 到这儿结束 还有一个小的细节的地方 没有说到 是什么呢 是这个地方 接打斋 这个地方怎么接 你怎么顺串的给它 把你的明指 你明指刚才还在六弦上的 你怎么给它 上到五弦上的 如果你正常往上抬的话 你会发现六弦音 没有了 它背后的一个 和声效果就消失了一把 就剩下一个三弦的阵了 所以说为了避免到这种情况呢 明指 不要抬起来往下落五弦上 蹭上去 像画一个小圈一样蹭上去 当然了这个技法呢 是你练得比较熟练了之后 如果说对这个曲子非常熟悉的情友 你可以选择这样去操作 这是锦上天花吧 相当于是 非常细节的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声音就是连接上去的 一个非常细节的地方 好 那第一段到这就撑底结束 来看前三个音 前两个音都是一样的 后面的这个换掉了 有一个硬耳刀上巴 硬耳刀是什么意思呢 硬耳刀是意 这个压抑的意 取得最右边的这个硬耳刀 意呢也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意上意下也就是上下的意思 你的左手来进行走弦 这个一上八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把我们最开始的这个抓起 虚抓起换成了上 上到这个也就是七会九的位置 然后在这别动 然后继续 也是把抓起换成了上 上到了七 也就是说呢 把抓起换成了上 上到我们第二个音 要开始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样的一句 非常的简单 同样后面也是一样的 把我们刚才的这个抓起 都换成上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谱子里面呢 我们看这个第二句开始 勾三 调六 在这里写一上半 这里面不一样了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抓起的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记载的是大六七 对吧 大六七 六七呢 就是六回到七回之间 然后谱子当中 我们现在用的记载的是六回四 这里面呢 一 他就不记六七了 他记了个上半 上半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知道八半在八回半这个地方 半 六回到七回 也就是六回半 其实他和六回四是一个非常接近的位置 也是属于模糊气回法的一种 就是告诉你 要上的六回七回的一半差不多的位置 一半差不多的位置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的也是一上五六 同样在最后后三个音的第二个音 按音上加一个上半音 到了这个位置 下面 再字 引字 弹字 九字 那我们就去找引和九在哪了 对吧 我们回到前面的这个 引和九 也就是我们刚才第一段 后边部分 从五回六再回去 回到十回 然后打摘 立七六这一句 完完全全的重复 完完全全的重复 那也就是说 从这开始 然后从以 然后打摘 再来一遍 就到这 第二段 非常的简单 这个基本上都是重复 就像是第一句 它也就是把第一段的重复了一遍 变成了上 那我在这就不再多说了 没有这个新的操作的这些技法 那接下来呢 就是第三段开始 模式上还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不是在三六上了 它换成了另外的这个一种方式 我们来看谱子 散打五 那也就是说勾五 散勾五 然后大九小七 也是抓七 接下来呢 往上窜了一根线 从五七窜到了四六 然后再往上窜一根 好 这里面 打三 换成勾三 然后 这里面 看位置 大八九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 灰间音记步法 八九是什么呀 八九是八灰到九灰之间的某个位置 那八灰和九灰之间 其实我们平常最常用的就一个位置 八灰吧 这个地方是个都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八灰 我们在这个现有的这个谱子里面 也应该能看到这样的记载啊 你看这里记载的就是八灰 所以说在这里 从五七窜到四六 再窜到三五 就是这样的方式 也是在这块加一个小小的上滑音 好 接下来 看谱子 从这个框框啊 也就是说从第三段开始 再做 把这一句再谈一遍 但是呢 他有了一个注释 在这个右侧 他有一个注释 这个注释呢 在我们现有的谱子里面 是没有写的 在这里面是没有记的 他就记了一个从这个框框再做 那写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银耳刀我们刚才说了 一 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一七上七八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七 出现了一个七八 可能大家看到这里就会比较懵啊 七是七灰吗 七八也是灰味吗 或者他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记这样一个方式呢 不是在座吗 为什么会写这么个东西呢 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啊 一七上七八 七八呢 应该没有疑问啊 因为他前面有一个上 所以说七八肯定是代表灰味的 七八是什么 同理 七灰到八灰之间的某个位置 那前面的这个七是什么呢 七是指七弦的意思 也就是说 把七弦上的某个音 上到七和到八和之间的某个位置 他其实记得还是挺模糊的啊 我们回观这一句里面 哪个音是七弦音呀 你就找跟七弦有关的 那就是我们开头的第二个音的 大九挑七 对吧 就这个音 跟七弦有关系 后面的跟七都没有关系了呀 这个音后面接的是什么呢 是个抓起 对吧 但是这里面他做了特别的注视啊 一七 把这个七弦音 不要抓起 要干什么呢 要上七八 也就是说什么 你按在九回不要抓了啊 上到七回到八回的某个位置 上到具体哪呢 应该是上到七回六这个位置啊 大家可能谈的曲的比较多啊 就会知道 在七回六这个位置 所以说第二遍弹的时候是这样的 后面还是该怎么弹怎么弹 这个音很重要啊 为什么他要特别标记这个声音呢 其实这个音是模拟最态的一种表现 而且这个音在弹奏的时候 我们大多数情况啊 也不会说完完整整啊 就是特别准确的 然后特别规范的滑到这 它都是以一个潇洒的 然后把它滑飞掉的这种感觉啊 飞掉的 不知道到哪去了 有一种喝多的那种感觉在 这个我们在下一部分讲 那个情感处理的时候 会重重的讲这样的音 所以说第二遍的时候 那这里特别标记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下一句 下一句就有点意思了啊 直接把所有的音呢 是移到了最低音的区域 从低音区开始往上推进 这里面就出现了 和我们现有谱子 有一些出入的地方 记谱 我们先来看这个原谱 原谱是怎么记的呢 这里一坨啊 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 中 后面是 右面是什么 十三 十三 十三就是十三灰啊 不是十灰到三灰之间的 某个位置啊 这是十三灰 下面 一个错啊 竖横加个日啊 错 我们说引劳错住 错什么 上滑音 错下面是打一 我们可以换成勾音 也就是说这个音呢 是一个上滑音 但是呢 它的后面还有一个上十 又做了一个上滑 就两个上滑 按照现在观察的话 是两个上滑重点在了一起 那我们回观 呃 现有的谱子 它是怎么记载的呢 它是记载的叫什么 中 外 啊 这个移术一点 是内外的外 外是什么意思啊 十三灰到秦尾这一端去外 啊 通常都是在十三灰 靠左一点点啊 两公分左右吧 这个位置 啊 其实也是模糊心法 我们在这儿再记十三 其实就是在这个 差不多在这个 后面一点点的位置 从外 上到十 但是呢 他 这里面没有记的东西 是这个错 就上滑音没有记 一书以后下个日没有记 呃 这里面就涉及到 可能是打谱 过程当中 每个琴家对这个 曲词的理解 对执法的一些考证理解啊 呃 然后呢 我们看上面的简朴音 是 拉起头的 呃 然后到了这个 都 拉就是这个音 然后我们在听 呃 各个琴家 我们现在的一些老琴家演奏啊 一些老师演奏 这里面通常会处理一个下滑音 这样的 是这样去弹奏的 呃 我在这里呢 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啊 这就是说一说我个人的 这些个理解 这个谱子 为什么他要记错这个音 啊 为什么要记错这个音 我们通常情况下呢 一个简字谱的暗音位置 都是他决定了这个音的最后的终点 啊 比如说 我们就是按正常理解这个音是怎么弹呢 是从更低一点的地方 错到十三 是这样的一个音啊 但是这样的音 如果你再接上面的上十的话 他就显得很累赘 所以说这里面的十三 按我的理解呢 他可能是一个起点音啊 他的错是跟后面的这个上十 那也就是说 他是从十三回开始上到十 他之所以这样记呢 我理解是他是什么意思啊 他为了强调这个上滑音的长度 因为我们正常谈十会上滑音 不会到这么远来谈 对吧 所以说他有可能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大的上滑音的方式啊 来体现这样一种最态的这样拉过来拉近的这种状态 我是这样理解的 然后去考证去这个看其他的谱本 比如说像这个西路堂里面的刘伤啊 就是和九皇同源的一个曲子 在这里面呢 他有明确的记录 这边是一个下滑音 但是在后面的时候呢 他又没有记录 但在其他的谱本当中 也没有找到这样的这样的记录 所以说我按照个人的理解 这里面处理成 直接处理成一个大错 大上滑音 而且从音的角度来讲啊 这里面我们现有谱子 起始音拉 也就是他把这个当成一个 确确实实存在的一个音 拉起头 拉起头 后面我们看后面的音啊 都 咪 然后后面又出现了软咪嗖嗖 如果说按照我这个理解呢 我们看谱子下面有一个三弦的 也是同样的记录方式 明 十三 错 打三 上十 也是这样的记录方式 这个上十呢 也会有很多的争议 这个音到底是上到十回八 我们长远的咪呢 还是上到十呢 一个偏音发呢 这个也是有争议的一个地方 我呢 是按照原谱上识的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 这样的谈法 整个音啊 简朴排列 它就是 都都咪咪 发 也就是它非常规整 两个都 两个咪 两个嗖 中间穿插了一个发 是用来表现最态的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如果说你喜欢按照原谱上 这样去谈 没有问题 我只是谈一下 个人对这个 辅词的见解 也有可能 就是为什么跟大家 说了这么多 这方面的东西 原谱这里面 其实包含很多 需要考证的东西 我们打谱的时候呢 会借鉴各种各样 不同的谱本 最后做一个权衡 然后呈现给大家 我呢 是这样理解 那姚先生呢 可能就是按照他的理解 是这样弹的 这是我按照现有谱子上的 节奏 以及执法 那如果按照我的来弹呢 就是这样 再来一遍 尤其是这个上十回 这个发这个音 我特别觉得还是一个比较灵性的音 有的达谱的签家认为它是记错谱子了 上是记错谱子了 我当时不这么认为 这个音它存在是很必要的一个音 表现最坦 因为人喝多了嘛 它是不稳定的 它不可能所有的全都上到正音上 出现一个偏音是非常合理的 我觉得 好 这个是这一句啊 说了这么多 讲一下它的连接啊 第一个音 从十三上到十 接一个挑三挑三 这两个音是同音 挑完了之后呢 它有一个大九大二 也就是勾二 有个挑五 这两个也是同音 那衔接 需要注意的点呢 就是这个杂音问题 现在三弦还在正 你落指一定要快 迅速盖住这个 因为你肯定落指会碰到三弦的 迅速盖住之后 马上把这个音弹出来 否则你的音就断层了 而且还会出现这样的杂音 千万不要先砸三弦下去 一定要先落二弦下去 这是技巧 无论你按照我刚才说的哪一种 你都需要注意这个地方 好 那接下来这个三弦 向到十 后面接了一个抹六 那你也可以弹成条六 再后面这个比较重要 大九按三 普通上记载了 也就是说你的大拇指现在还没落呢 你要放在它的三弦九回处 然后后面是错三六 放在这 再错三六 那么是这样的 通常会有一个上弦音处理 你不处理上上弦音 直接下也可以 但无论怎么样 你都要先下大指 先按在这 再来搓这个弦 否则你这个音没按时 你搓这个音就 出不来 就砸音 一定要落下去 然后马上把这个搓搓出来 这样它的音才是连贯的 这句也是需要大家着重去练的一句 不要看它这个低音区 容错率比较高 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好 这也相当于是一个转折句 这句同样的也是从这个框花 也就是说这句再弹一遍 你这句也是两遍 到这 接着往下 自先至久再做 它又开始再做了 先至久在哪呢 先至久在哪呢 在我们前面 也就是说打斋这一句 再弹 再来 因为先到久 它包含了两遍这一句 那这两句怎么衔接起来呢 我们刚才是在这个搓三六 这是我们刚才上一句的最后一个音 然后马上就要用明指去按这个五弦了 这里需要注意啊 我们搓完三六之后 震动弦是哪两根 一个三弦在震 一个六弦在震 那么你的五弦一会准备要按下去了 你可能很大概率会把六弦盖住 对吧 那六弦音就消失掉了 而且你还会把三弦音正常情况下也放开 三弦音也消失了 那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断层 接过来就不是特别顺畅 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注意啊 怎么来接这个地方 也是可能很多情友没有注意到的这样一个细节 凑完之后啊 大拇指不要抬 你的明指先去找灰位 找准五弦十灰 放在须搭在上面 然后抬大指的一瞬间把这个打斋弹出来 这样你又盖掉六弦也无所谓了 因为你声音已经出来了 这一直在强调的声音与声音之间要相连贯 就是这个 好 那接这一句就接过来了 到这儿第三段就结束了 首先三弦七 然后大九弄四 这两个音 然后后面散力七六 大九弄三 然后接了一个明时对岸掐起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掐起对吧 就是这个音 你看这里面它也是在十回处进行掐起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有的谱子 它是在哪掐起的呢 我来找一下啊 它也是在这个十回处掐起的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发音 所以说呢 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三弦的这个 到底要上十还是上十回八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于上十的 那这个地方你看它的掐起也是涉及在了十回处 按照原谱来的 好 那这里我们再来看后面的掐起之后呢 是接了一个散力五四P六 这个指法啊 是一个组合指法 在很多曲子当中都会有这样的组合存在 叫力P 这里面的力好理解 P六 大家可以看我的手 其实是弹成了这个拖啊 我们现在叫拖啊 现在谱子是拖 但是呢 它这个谱子记的是一个P P呢 我们正常理解就是像外侧 像身体内侧的这样一个 用指甲像身体内侧弹的 那这个就是拖和P的长时间的一个争论问题啊 在这个时期的谱子呢 P啊 其实它的汉字呢 是拨啊 拒拨的拨大拇指的意思 拨在这个由于多次的传操啊 以及一些通甲字的种种各种原因啊 导致它这个我们习惯把它叫P 习惯把它研成P 它在这个时期呢 其实P就是像外侧的指法啊 反倒是拖呢 是像内侧的指法啊 那外侧的指法还是很多 很常见的 这个呢 如果说大家自己感兴趣 可以自己去查阅一下 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这是一个指法考证的问题 好 这里面我们还是管他叫做力P啊 力P啊 五四六 这里包含了一个这个 技巧问题 我们刚才是在三弦上 大九 高三 掐起 对吧 然后力五四呢 你现在的手其实在四弦 因为你刚跟完三嘛 所以说你要在掐起之后 把手放在三弦上 去力五四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在落到三弦的一瞬间 就把五弦弹出来 因为你把三弦的音盖住了嘛 你掐起啊 你把三弦弹盖住了 然后五弦的音要马上出来 让你连贯上 力五四 这个P六呢 手放在这别动 直接就过去了 很顺的一个指法 就过来了 然后接后面的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讲的啊 一个重视勾一 然后摸三弦给你跳三 然后错一撒 好 就这样 好 那整体的弹奏一遍呢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把这一句 再弹一遍 再弹一遍 这是这一句的 句话 接下来后面 在原谱当中他标记了 仙人吐酒声 这个标题呢 就是会让人产生 这个一些讨论 一些讨论 究竟什么是吐酒声 有人说 这就真的是喝吐了 但是你理解说喝吐了吗 也有点不太雅观 对吧 喝吐了 这个就 给老婆很多场景 然后呢 也有人说 即使是他喝吐了 但是他还是 宣泄内心的某种情绪 就是吐给你看 大家开玩笑 开玩笑 我比较喜欢 把他理解说 什么呢 仙人 他是吐露酒后的一个心声吧 可以这样去理解 当然你怎么理解 这是看你个人的心中所想 心中所想 至于这个标题的问题 大家可以特后自己去讨论 或者是研究一下 我们先来看这个指法 这里面出现了很多新的指法 首先第一个 大九 女是暗 大九暗三 也就是说你的大拇指 首先要按在三弦九灰 放在这 先别动 然后后面 散 扶一 这个是扶 扶是什么呢 右手指法 连续抹竖弦 连续抹竖弦 叫扶 具体抹几根 谱子上会告诉你 你还在上面写 散扶一 然后 至 这是至 至于的至上面的那一部分 散扶一至三 也就是说一二三弦 他要扶下来 而且你刚才的三弦是按住的 所以说它是两个散音接一个暗音 是这样的声音 这是这个谱子 接下来呢 它会有一长串的小字解释 一长串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有的谱子是怎么记载的 好不好 是怎么记载的 我来找一下 现有的谱子 看到了 就直接写了一个场所三 对吧 然后就没有记载别的东西了 后面跟了一个上七九 叫上七 原谱它是怎么写的呢 场所一开始是对的 场所一开始是对的 后面它写了 这个字叫什么 叫林 林中的林 然后下面一个勒 其实不是勒 林勒就不对了 林了 林了 林了什么意思 就是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平常都说话 林了 长所 林了 吉 索 三声 这个了下面是一个吉 急速的吉 然后又一个索 然后后面三声 后面是乘声上七 乘声上七 什么意思啊 这么一大串 分开来看 长所 首先你要对三弦暗音进行长所 什么是长所呀 长所是一个 右手执法 它代表一个声音的不断连续 长所它的声数 它是一个非常多的声音的一个执法 那既然它写了长 那就是也就是说它是有锁 有短锁 然后有长所 长所基本上有弹七声 有弹九声 声数不定 看个门口派怎么去弹吧 对吧 在这里面呢 我会处理成九声 长锁 让它的声音声数更多一些 锁这个执法 没有什么特殊的执法要求 你只要在这根弦上呢 弹奏出这几个声音 这个声数正确 基本上就可以 也有的老师方便学生去理解 去记忆呢 他会规定这个到底是弹成什么 比如说弹成磨勾梯啊 磨条勾啊 这样的执法 我倒是建议大家看什么顺手吧 你只要这几个手指交替 然后一会儿我也会列举一下 我是怎么弹的啊 长锁 接下来 临了 也就是说这个长锁九声 临了快结束的时候 临了什么呢 集三声 集锁三声 是什么意思 最后三声弹快一点 弹快一点 然后乘声上七 因为你弹完了之后 三弦还有余韵的 趁着这个余韵没结束 把它上到七回 所以说你看古普记载这段 这个时候 就非常详细 他已经完全就告诉你去 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表达了 那我们在后期打火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 把它给演绎出来 演绎出来 好 我们来具体的弹奏一下这个啊 先是散伏一至三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长锁了 可能这个我们现有的谱子是把 这个散伏里面的这个三弦 已经算到长锁里面了啊 我呢是没有算在里面的 这一声是跑出在外的 下一声才开始 我接了一个条 而且这个条呢 因为你刚才伏下来 二弦一弦都在震动 所以说这个条 我基本上是凌空调下去的 这样你的手指就不会接触到震动弦 凌空调大家需要练一下 特别注意的是发力的角度 方向 不要这样朝天上就飞出去了啊 这是第一声条 然后呢 我会接一个短锁 磨勾梯 磨勾梯 然后呢 这又三声了 对吧 再接个磨条 两声 然后再接个磨勾梯 三声 那我们加起来 可以数一下 有点懵啊 数一下是不是九声 扶完之后 一个条 一声 磨勾梯 三声 这是四声了 磨条 两声 六声了 再接个磨勾梯 三声 九声了 这一共就这么多 那这九声 是怎么安排节奏的呢 我摄像弹的 你看最后三声很快 很快 然后上到七 这个现有谱子 是先上七九 再上七 它有一个过渡 而这个谱子当中 它没有写上七九 所以说我就直接选择 按原谱 直接上七 一个大跨度的 像虎上的这样 一个指法 有这种非常强的 效果 情感在里面 那为什么 我刚才的场所 会选用这样的 指法安排呢 首先第一点 大家应该注意到 我这个里面 包含了两个磨勾梯 磨勾梯呢 是非常常用的 一个锁的机法 很顺 你可以多练一点 很顺 那我包含了两个磨勾梯 那其他的是 怎么安排的呢 我也是把 弧的最后一个 加入到了这个九声 的行列当中 只不过没有算在声数里面 这是一个磨 所以我顺势接了一个条 那这个 第一个声音 就是这样来的 然后接磨勾梯 然后再接磨条 再接磨勾梯 那就是说九声 加上我刚才这个一声 就是十声 它是怎么排列的 磨条 磨勾梯 再磨条 再磨勾梯 就是把磨条 磨勾梯弹了两遍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 按照这样的去练的话 方便你去记忆 方便你去记忆 而且之后这个磨勾梯 也会经常用得到 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这样谈的 上了七之后呢 后面的谱子 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你看 弗一至三 右肠所临了 吉三声 只不过最后呢 它没有秤声上哪了 它直接接了一个抓起 那就是这样的 直接抓起 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好 那我来连着谈一遍这个 当然了 现在是没有加任何修饰 没有一些怀音什么的 就直接叭叭叭弹下来了 就这个样子 好 这一句 下一句 那就是整个乐曲的 最后一句了 最后一句了 最后一句呢 它有一个新的执法 散 这个 捐二三 散捐二三 捐这个执法 如果说是在单弦的情况下呢 它是基本上都是弹成抹勾 一根弦 先抹再勾 一根弦 需要注意的就是 抹没什么好说的 勾这个执法 你下的速度要快 否则你会把 盖住 把这个声音盖住了 然后再弹出一个声音 声音就断掉了 所以说下指一定要快 那这里面呢 它是 捐二和三 它不是捐一根弦 捐两根弦 那捐两根弦呢 你在古朴当中 你就会找到非常多的解释了 有两声的 三声的 四声的 有两声的是怎么弹的呢 有这样弹的 那三声有这样的 或者是 那四声有点像拳弧一样 我们看现有的这个谱子里面 它是怎么弹的 弹成了 你看 它是按照全符的方式 去弹的 拉兜拉兜 再接后面的这个打二 它是这样弹的 然后再接打二 我呢 基本上是采用三声的一个方式 是这样弹的 先捐二 再勾三 看你喜欢哪个 看你自己的选择 这个就是执法的考证 以及取舍的问题 然后接一个打二 这个打二 我就不是特别建议大家 去换成勾了 因为你勾完三弦之后 你的手在四弦上 你还要跨回到二弦 去勾这个二 不太方便 但是打呢 它就很方便 为什么很方便呢 你看 手指在四弦上 你的无名指 其实是可以往前够的 你只要把中指 稍微弯回来一点 无名指是可以够到二弦的 你看这样多方便呀 就不用再挪过去了 直接就打着 只不过这个精准度 你能不能一下打到这根弦 那就需要去 特别去练习了 好不好 好 这里 然后接 立五四 P6 立P 这是刚才说过的 然后接一样的 那这个曲子 到这呢 基本上 普面上的 技法的问题 就说到这里了 那接下来 第四段 第四段呢 是让咱们很多情友十分头痛的一段 赫赫有名的柜子即将出现 那这一段呢 就是整体的一道的中高音区 到了非常难谈的一个部分 在谱子上呢 其实倒没有特别需要说明的了 我们在前面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那在这里面需要强谈的就是一些 技法上的问题 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谱子 第四段开始 它就开始重复 从狂 从狂至歌 就是再谈一遍 从狂至歌是哪 就是我们开头那个第一句 第一大句 也就是我们刚才上一段结束 是在打拽V76这一块 在这里结束 然后又开始 从最开始的最低段的时候 但是它到这儿 就不再弹了 不要再继续做直弹音变 直弹音变之后呢 接 后面的这个谱子 我们来看这个谱子 这个是哪里呢 就是我刚才 磨磨叽叽在说的这个下准区这一段 它把这个一点没变 完完全全的移到了这个区域 只不过中途出现了规矩 中途出现了规矩 我们来看 它的谱子从七推开始 然后错 错上五六 这样的音 然后大指 五规 前面的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参照我刚才讲的那一块就可以了 这样四个音 第五个音 跪止出现 我们来看这个原谱是怎么写的 跪止 它呢 没有像现在是继承了阻子旁 我们现在跪都是继承 跪左边的这个阻子旁 早期的跪呢 是这样记的 还是记了一个明 西是明 明下面呢 是跪的右侧那个V 把刀子头去掉的 它是这样记跪的 也就是明指 跪 然后后面也是 七错 大三上五六 那也就是说跪 跪止 在七回处 上到五回六 我们刚才不是明指 从十三回上到十吗 这是从七上到五六 那接下来 着重强调跪止 怎么谈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 为什么我们要用跪止 既然这个执法这么 开个玩笑 就是这么恶心人 干嘛要用它呢 为什么要如此的残害自己 对不对 那既然有 那就有一定的道理了 跪止呢 基本上都会出现在 重高运区 尤其是五回六回 或者是甚至五回 刚往前一点点 也会出现 这个执法呢 它方便之处在哪里 方便之处是在于 你上准区用明指按弦的话 首先你的手形会有点别扭 手形有点别扭 你会撇着按 然后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在上准区做掐起的时候 因为它阴与阴之间的距离太小了 你一掐起 你看你的整个腕子 手都是憋过来的 就很难受 所以说跪止这个执法才会出现 那跪止具体是怎么跪呢 首先它需要保持你整个手掌的发力是正确的 你平时怎么练大指和明指 你习惯的方式 就用这种发力方式来做跪止 跪止其实不要想把它想的那么的复杂 所有的执法原则都是一样的 你都要把掌心力撑住 手掌力撑住 不要让它趴下去 不要把所有力量全都压在上面 你平时怎么练舒服 你跪止 无非就是把你明指按弦的手形 把你明指往回一点就好了 只不过这个手指 千万不要这么趴下来 趴在手掌里面 这就完全没有力撑住了 一定要把它撑起来 它就整个力势是撑起来的 它才方便能跪得住 那跪止呢 也是用你 刚才我们讲这个地方叫高骨 明指第一关节侧面高骨 你弯回来 这个地方它是突出来的 用这个地方去跪 刚开始初期跪的时候 练的时候呢 还是会疼的 如果说有人跟你说跪止一点都不疼 那真的是有点瞎说了 刚开始肯定是会疼的 因为这个地方咱们平时基本上都不会用到 它的肉很嫩 皮也很嫩 所以刚开始练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它练破 你练破又养好几天 虽然说练破了 然后养好了 它逐渐会长茧的会快一点 但还是不希望把自己练得血润模糊 对不对 注意少量多次练习 每次练呢 时间少一点 但是你多次的去这样循环练习 就会好很多 一旦发现这个地方有破皮啊什么的 就不要再练了 那你休息个一天 然后再继续下去 好 这个地方高股侧面 按在这个线上 我就拿这个三弦举例子 三弦七规这个位置举例子 大家需要注意看我的整个手型 跪止的时候 尤其需要注意你的其他手指 其实是放松的 其他是不是可能初学非常容易放这个 就绷得特别的紧 把所有的力全都压在这个上面 这个你的明指的负担会太重了 本来它就是没什么力的手指 你应该再把这个 呀 就雪上加霜嘛 这个对不对 所以说 其他手指是放松的状态 你单纯靠掌心力把它撑起来 一只手指有力 把它顶起来 它就已经够暗了 够暗了 那这样 如果你能按时的话 慢慢的进行滑动 它是一个非常结实的音 还有的初学者 它会出现滑弦 掉弦的问题 按不住弦 滑掉了 那是因为你在按弦的时候 没有直行 没有平行 没有顺着弦路走 你要顺着这个弦路去走 千万不要有往回拉扯 往前推 这样的动作 顺着走 这是规矩的下一个要求 还有是什么呢 在规矩可能你练着练着 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一个问题 是在教学当中比较多的 规的角度方向问题 尤其是到这个位置 跪的时候 指尖抠到了下一根弦底部 会成这个样子 然后在弹起来的时候 带出下一根弦的杂音 所以说你在跪的时候 你尽可能的 比如说跪三弦 那你的明指的指甲 让它接触到四弦的上面 不要让它抠进去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注意跪的角度问题 千万不要这样太斜着跪 尽可能的去这样 竖一点跪 它就不就压到这上了吗 而且这样跪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在后期进行明指一指二弦的时候 会特别的方便 因为我们按弦的地方 不仅仅是这可以按 我们指甲侧面也是可以按弦的 可能很多情友对这个比较吃惊 比较惊讶 指甲还可以按弦 那多痛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指甲你经过科学的训练 是可以按弦的 而且按弦的声音还不错 一指二弦之后会经常用到 所以说你在这个手掌上好习惯 那跪直就是这个样子 那跪直着重练习 这一句 我是按照我的理解去谈的 但是无论是哪种跪直 都是这样操作的 而且还有接下来的一点 怎么顺畅的接这个规矩 我们刚才是停在哪呢 大拇指在五规 但你下一个明指 下一个明指规矩呢 你是要从六七规处 或者你按那个谱子 是从六规半这个位置 对吧 那这个时候怎么快速的转上过来呢 还是一样的道理 你在这边大拇指 调五的时候啊 你的明指不要闲着 不要无所事事啊 这个时候就把它勾回来 随时准备好在三弦上 然后撤回来的时候 从这就开始贴着三弦走 这非常细节的东西啊 从这贴着三弦走 这样你回来直接往下按就行了 你还会避免掉往下砸出现的砸音 贴着弦往回一走 到了七规位置 按下去 它就不会只有砸音 然后直接上来 这样子就会解决很多很多问题 当然如果你完全立即按照我这样去练的话 我相信是可以有很大进步的啊 如果说没有看懂这一段的呢 您可以回放啊 多看几遍这一段 好 也是弹两面 那这一句就结束 上面这一句挪到这来 接着啊 更让人头疼的一句来了 打摘V76这一句啊 十分十分的头疼 把这块的挪到了 完全挪到了上阵 而且这块的柜子呢 说实话啊 不好啊 因为这块本来的弦句 它就变高了 而且这块弦本来也比较紧 它的张力也会比较大 啊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特别的注意一下 你的手的发力 以及这些细节问题 否则你会很疼 而且声音也不好 那下面也是 跪哪呢 跪五六 五规到六规之间 我刚才说过了 就是五规六这个位置 五弦 这个位置 你一定要确保你弹出来的这两个声音 是有韵的 它有余音下去 不要 没了 啊 声音是匹调的 没按住 这是 一定要有韵 好 弹完了之后 我刚才下准 你可以参照下准这块的按弦啊 打摘完之后 您只不要抬 然后去立七六 这里也是一样的 不要让你断掉 你看 打摘完之后 你的大拇指就准备要按在七弦上了 立完七之后 你的五弦可以松开 啊 啊 松开 松开之后呢 明指千万别回去啊 别打直啊 它不像后面的这个地方 它明指不需要弯 直接挪下来就行 它这个地方 你一旦打直了 因为你一会还要掐呢 你还得再弯回来 那就会损失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啊 所以说直接往下跪着这样挪下来 然后跳六 下起 连起来 好 这几个音尤其的难弹 刚才已经说了声音连贯 打着完不要抬 然后直接下大指准备立七六 一出七之后再抬 抬呢也不要全抬 也不要伸直了抬 还是跪着的姿态 挪到下面来准备掐 跳完六 这个掐起啊 柜指掐起 刚开始可能会没有声音啊 不要紧啊 你只要确保你的柜指是正确的 多练习它会有声音的 这样这个掐起和后面的掐起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你把掐起的速度 力度更快一点啊 速度更快一点 然后往后上方撤 它会有一个虚虚的音在里面 只要这个音没有特别大的杂音 稍微有一些韵在啊 就可以了 这是快一点弹 就是这个样子 一定要避免杂音出现 这是慢一点弹啊 这个掐起一定要 也是要遵循它有余韵 当然这个不好弹 需要大家多看几遍 然后去多多练习 后面也是一样 接一个勾三 跳六再搓 也是一样的 那整句 我从第四段开始 就是这样的 当然了 如果说您的九皇已经弹得非常熟练了 那还记得我刚才说明指归指的时候可以一指二弦 那在这块它就可以用得上了 因为都是在五回六这个位置嘛 你就没有必要窜下来了 一指二弦怎么弹呢 你看 指甲按在六弦上 把五弦重心稍微弹起来得 让它不要按着五弦 在六弦上 这个音 这就是一指二弦 你就不需要再往下窜了 往下挪了 当然这个难度可能会更高一些 需要多次的练习 它的声音也是很清楚的 对不对 你看 它也是可以按的 这个方式 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 好 这是这一句 然后 这个是从天到地 到这就结束了 接下来 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个 一样把它搬到这来 我们看谱子 也是勾五条七 好 这个地方 勾三之后接的这个 大四五 某五 四五是什么 四回到五回之间的某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哪呢 你要找这个区间的都在哪 这个音是个都 都在哪呢 在四回八这个位置 我们在现有的谱子当中 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四回八 他应该记录了吧 对 他记得就是四回八 这个地方 四回八 好 好 那同样的 你也要把这个弹两遍 第二遍的时候 他也进行了一个特殊标记 一期上半 也就是说七弦音不要抓起 往上上到半 那也是须着滑过去的 一样 和下面的操作是一样的 我就不多说了 好 到这呢 然后继续后面 从天至地 从天至地 又从饮至酒再做 先把天地谈一遍 再从饮到酒谈一遍 天地是哪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柜子的这两句 然后谈完这两句之后呢 又从饮至酒 饮至酒是哪呢 就是从五回六 下到六回半 下到这 然后一直到十回这块 就到这 再接一个那个那个大寨 哪里七六 这个大家可以在前面去 自己去找 到这 其实你看 很大一部分都是重复的内容 都是重复的内容 那到这呢 就是 比较模式化的 相对规整的区域 就结束了 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